大家好,我是Ali 今次这一条片又介绍咖喱 不过今次就不是神宝珍的咖喱 今次走到这一间 三丁木之咖喱屋 我今次来的时候就是星期四的夜晚 感觉上这一条咖喱很清静 真的没什么人那条街 而这一间铺就在地上一楼 所以就先走楼梯下去 而我本身是不懂这一间铺 我有朋友来东京旅行 他就说吃了一间咖喱也挺特别的 所以我马上查一下 发现真的挺有特色的 所以今次就特意来这间铺就试试 而这间铺的门已经贴满了八名店的贴纸 应该是由2017年开始入选 所以这间铺应该是有点名气 而这间Sancho Mano Carayasan 在Tabello的分数是3.78 这个分都是算高的 是排行东京头40 而这间铺也是入选了2023年度的咖喱部门八名店 最接近这间铺的车站就是地下铁的宝丁 而宝丁站就是属于淺草线 如果淺草线不方便的话 就可以选择银座线的京橋站 如果都是不方便的话 就可以选择乘入有乐丁 搭到银座一丁木落车走过去都可以 那就看一下这间铺的名料 第一版就是这间铺的规则 那就写到明了 如果不吃饭和咖喱的话 就会收440英的座位费 而且这间铺的咖喱全部都是有肉有鱼的 所以就不会有做食者的咖喱 而晚餐基本上就是这两款咖喱的选择 左边这一款就是烤芝士咖喱 而我今次来就是试这一款 辣度可以选择普通中辣或者是新口 那我就会选择这间铺推荐的中辣 而份量当然就是大盛 这一款烤芝士咖喱大盛的话 就会咖喱和饭都会变成大盛 之后右边这一款就是焗海鲜咖喱 同样地都有三款辣度的选择 而这一款的大盛只有饭大盛 因为饭好像是另外一样 而后面就是饮品的选择 这一款就是水果啤酒 之后这一款就是普通啤酒 另外这一款就是另类的酒类选择 而这一款就是汽水的选择 而我今次选择了这一款的Ginger L 香味汽水 这间铺的店面跟我说 不妨到处拍照 那我当然立刻起床 就拍这一间餐厅的环境给大家看 而这一边就类似是有些录音设备的东西 可以看到是一些Panel M的东西 而这间铺播的音乐就是一些Classical的音乐 而且这一间铺是没有似有单丁位 这一边就是这里的梳化位 都是偏向四人座和二人座的感觉 但是梳化位就有一个认为都不小的问题 就是有一种鸭味 而且有点的姜味汽水就送到了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喝这一类玻璃瓶装的Canada Dry Ginger L其实不止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我认为偏甜点 还有价钱其实是便宜点 所以给600M这一款我认为是一般的 之后前菜的沙律就送到了 那就看看什么料理 面头就有块榨莲 之后还有条状炸出了东西 菜就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不过应该就不止一款 而这一杯就是沙律用的酱汁 碰完就说是青苹果加蔬菜做的汁 就这么吃错就搞不定 所以先淋汁 我一开始都是没有淋 慢慢吃慢慢淋 菜吃下去就不算很爽脆 有点淋 不过这个酱汁非常之不错 好惹味 我最初听到是青苹果 以为就是有清新派 怎知原来不是 那个味道是挺浓的 是咸味为主 之后咸中带着甜 可以说是靠这一款酱汁去带动整个沙律的味道 而沙律里面炸脆的东西非常之有作用 可以帮这一款沙律增加了不同的口感 令到这款沙律成型出来感觉更好 所以这款前却的沙律我用得都不错 之后就是今餐的重点 焗芝士咖喱饭送到 可以看到咖喱汁 不不不不不 跳下跳下 证明这款焗咖喱的温度很够 而且也可以看到芝士 是焗到有一股洞的脆皮在里面 而这款大盛版的容器就不知道有没有不同 因为感觉上都挺大煲的 之后就拿个铁匙来烤一下芝士 果果真是 证明这家店的时间也很够 当然这家店的时间是慢的 接着我就搁来看看 哇 出烟了 看不看得到 非常热 而这款咖喱里面感觉是没什么杂料的 基本上只是看到咖喱、芝士和饭 不过芝士很足料的感觉上 一开始我也不敢太大口吃了 可以看到出烟了 而且拉絲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而我吃下去的味道就是咖喱的香味很足够 但我觉得是比较像欧风的咖喱 因为它是辣中带甜的 因为这款咖喱就是用了大量的水果和菜 之后再加上牛肉去煮 所以那个甜味是有在的 但我觉得肉的咸味也是足够的 然后再加上芝士的香味 我认为整个味道的层次是挺丰富的 吃下吃下就会灰了牛肉粒 不过量不多 吃很多口才有一口油 所以就是偶爾咬到 有些牛肉味 所以吃下去的感觉都是咖喱、饭和芝士比较多 而这款焗芝士咖喱就会比较接近煲仔饭的感觉 因为是可以刮饭椒的 而这一只羊是一个橙的形状 我认为相当之贴提 加上饭椒也不是那么难刮 所以这个体验是ok的 我觉得 而饭椒也有点凍凍的感觉 吃下去的感觉就不是很脆 比较硬一点 不过也有点焦香味 所以配上咖喱和芝士去吃的话 味道也是不错的 之后吃到尾还有这款甜品的东西 而这一款就是日本的甜品Monaka 漢字就是叫最终 而点完就是说这一款是shiroang 即是白馅 中文就是白豆沙馅 好像通常是用白腰豆去做的 而这款吃下去的感觉只是少少甜 但这一款白豆沙的馅口感是很细滑的 而这款甜品的皮是挺脆的 所以一口里面就会有不同的口感 不过这款甜品就不算超好吃 我会说是不错的 然后我继一个星期再来一次 今次点了这一杯Misaki Mido 是一杯蜂蜜味的酒 而我今次叫Iroku 所以会用冰相 由于这一款酒我是第一次见 所以就试试这一款酒是什么 她的感觉就是 哇蜂蜜味很强 这一款虽然就是果实酒 但我觉得那个酒味是偏浓的 不过蜂蜜味也是很足够 而且应该有薄荷的味道 所以我是喜欢这一款酒 我觉得好喝的 而海鲜咖喱也是配这一款沙律 而且酱汁也是一样 所以就不说太多了 然后主菜送到 左边这一锅是海鲜咖喱 跟饭是分开上的 虽然看上去的感觉不会很滚 但这款也是很热的 其实都是烂烈的 而海鲜的种类感觉上不算很多 还有咖喱的量感觉上也不算很多 而右边这一碗就是大胜饭 之后就逼这款咖喱看看 真的相当稀 有点像汤咖喱的感觉 而我今次就是点身口 所以感觉上那些辣油便会多一些 这款的感觉跟芝士咖喱相当不同 接着我就试试这款咖喱 它的味道是相当不同的 因为这一款真的是海鲜咖喱 海鲜味很足够 可能因为是较辣的关系 相对地香味道就不会那么重 但也是很好味 不过虽然就是说新口 但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辣 但对辣不是那么擅长的人来说 我建议点回中生会更好 接着我就加两盒咖喱拌饭 而我认为这一款咖喱配饭也是相当好吃的 首先就是隔着饭之后的辣度就会减低 但又可以吃得到咖喱里面的香料味和海鲜味 所以这款咖喱我认为是好送饭 好吃 而且我认为大胜饭会好一点 因为饭不够多的话 咖喱就会吃剩的了 而这个画面就是我最后把咖喱全部淋在饭里面 而大胜饭的量就可以勉强成一个咖喱汤饭 所以我认为大胜饭量就刚刚好 之后就逐款逐款料看看 我最初看到这些薄片以为是裸片 然后看得真一点 反而是杏包菇 而这些杏包菇吃下去的感觉也是少少爽脆 但是菇味就不重 之后就有这条鱿鱼圈 真的只有一条 这条鱿鱼圈吃下去都没什么特别 質感是不爽不淡的 而且鱿鱼味都没什么 之后就看看这一只青口 壳壳就很大 肉就很小 接着我就试试这个青口 吃下去的感觉我都觉得没什么特别 比较硬的 不过青口味是足够的 所以这一块就好吃 之后就看看这款梵立杯 这款梵立杯的感觉就不同很多 因为表面上是有敲锅的痕跡 而且加上是有三个的 不过这一只就特别大 而吃下去的味道上的确是有点焦香味 而梵立杯的味道也是有的 不过就不算很浓 而这些梵立杯也是不淡的 比较硬的 不过就不至于说硬到很难咬 所以我认为是不错的 最后看下这一只虾 也挺大 而且表面上都有这一只虾角的痕跡 而这一只虾的虾味就是连壳的 这一只虾吃下去的感觉很一般 不爽弹的 我觉得不爽弹的 不过虾味也足够的 所以这一只虾我用了只是正常的东西 没什么特别 而今次的饭后甜品都是类似甲心病的东西 不过这一款的味道明显就不一样 没那么脆 我觉得比较柔 而且那个馅就不是白豆沙馅 这个馅转了 比较甜点 我觉得这款挺好吃的 但是这一款是什么馅我就不知道 我问照面他就说是随机的 这款的馅就比白豆沙好吃点 但是这款的皮就不够那款那么好吃 整体来说 我认为两款的焗咖喱都是不错的 虽然日式西餐里面的焗饭是常见的 不过我认为这一间的焗芝士咖喱饭真的好吃 虽然没什么配料 但是都挺饱 我觉得 还有芝士配咖喱的效果真的不错 再加上芝士真的足料 所以可以说是接近每一匙都有拉丝的效果 而且这些芝士的味道都是香的 所以这款焗芝士咖喱饭的味道是不错的 再加上是一个类似煲仔饭的形式体呈出来 所以吃的那个感觉更加有趣 加上还有饭椒可以吃完 真的挺特别的 所以相比之下这款海鲜咖喱就没那么特别 不过我认为这家店的海鲜咖喱也是好吃的 虽然配料就没什么特别 但是配料的味道全部都滲在咖喱里面 所以咖喱汁才是精华所在 再加上送饭也是一流 所以我认为这款咖喱的海鲜也是好吃的 而海鲜咖喱的煲就不同 芝士咖喱的煲 而且饭是另外上的 所以就没饭招吃 不过这两款咖喱我都会推荐 因为都真的各有特色 所以这家店我是推荐 而这家店是有英文men料的 所以不懂日文也不需要害怕 而且这家店也是适合多些人来 3至4个是挺好的 我觉得这次的介绍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影片就麻烦帮帮帮手 like comment share 再订阅这个频道 兼按一下小鈴就最好了 也都欢迎大家用superchat 或者payme去赞助我这个频道营运的经费 多谢收看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